看能不看 小鞋长得不帅吗 还不动作爽脆 点赞支持一下 你这个玩儿咋没礼貌 要温柔小的不 像这样 各位保值记得点个赞哦 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今天教你用两块钱实现 别人花三十刀 不用两块钱搞定 朋友们 英伟达花几个亿 输购low up之内爱 说要绕 爱你来算里白菜价 结果我一查每月三十刀 这叫白菜 这是了香精编的有机菜宝 今天我教你们用auto deal 两块钱嚎吐老黄的羊毛 五分钟搞定 AI吉祥物配音效果吊打Ludgen 走起 你肯定好奇 Ludgen是干啥的 简单说 就是猪老黄的显卡给你跑 AI 但三十刀一个月 神成的吉祥物语音 比我奶茶钱还贵 再看看auto deal 4090显卡 每小时才两元多 用完就删 连电费都省了 这才是打工人的载博防弹衣 接下来 我会在auto deal上部署 GPT苏维茨克隆声音 实操时间稍微有点长 记得先点赞收藏关注 下一次方便继续观看 首先打开auto deal平台 实名注册账号 在平台充值10元就够用了 进入控制台 点击容器实力 租用新实力 点击按钮付费 点击北京地区 勾选全部 这里我们选择4090 点击社区镜像 搜索GPT 选择这个版本 这里点击VR版本 点击立即创建 等待开机中 显示运行中 表示成功开始运行实力了 点击这个 点击第一个方框 点击运行 当显示移动完成后 点击这个第二个方框 点击运行 当第二个蓝色链接出现时 点击这个蓝色链接 它会自动打开新页面 这里需要提前准备 1-30分钟之内的音频样本 声音一定要干净 没有噪音 才能获得好的克隆效果 音频格式W AV或MP3都可以 依次点击Auto DLTMP Worker GP7说为词 Input 直接把我们准备好的音频样本 拉动到Input 接下来我们点击Input 再点击开启UVR5 WebUI 等待提取人声 等UrV5启动完成 再点击这里的第二条蓝色链接 进入UrV5工具的WebUI页面后 先熟悉一下大概情况 这个是处理音频的模式选择 这个是处理后的人声文件保存地址 这个是处理后的伴奏文件保存地址 这个是处理后的音频文件输出类型 这个是带处理的音频文件存放地址 点击UrP 再点击空白部分 点击右键 新键文件夹 分别是FocusE FocusAr AccomptInvent 官方推荐 将原始音频文件用三种模式依次处理 第一次去混响 去延迟 第二次去混响 第三次去伴奏 我们开始第一次处理 选择这个模式 点击Input 点击右键复制路径 点击Uput 点击EWRV5Y BY页面后 点击粘贴刚刚复制的路径 在这个路径最前面 添加ROOT 点击FocusAr 点击右键复制路径 点击UrV5Y BY页面后 粘贴刚刚复制的路径 粘贴刚刚复制的路径同样 当这里显示CleanMP Cache 表示已经处理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次处理 左侧依然选择Camping Map 点击右侧EWR5Y BY页面 选择这个模式 负质链接 在这里进行粘贴 这里把末尾数字1改成2 其他不变 点击Convert开始处理 然后我们开始第三次处理 点击VR5Y BY页面 选择HP to all foregrounds这个模式 这里末尾数字1改成2 点击UBR5OPS 点击右键复制路径 这里末尾数字1改成2 然后粘贴路径 同样在链接最前面添加RU 其他不变 点击Convert开始处理 我们关闭UVR5Y BY页面 再点击关闭UVR5Y BY 下面开始对处理好的音频文件进行切片 点击UVR5OPT 点击右键复制路径 点击粘贴链接 同样在这个链接最前面 加上ROOT 然后复制这一部分内容 在这里粘贴链接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点击开启语音切割 当处理完成后 在0C中文批量链线AS2工具中 复制这些内容 在这里进行粘贴 然后点击AS2OPS文件加 其他参数不变 点击开启离线批量ASR 等待标注完成 在0D 与英文本校对标注工具中 点击开启打标YB1 对自动标注的音频进行标注 当这里出现第二条蓝色链条时 点击它 自动进入新页面 正确的校对流程是 先播放音频 根据音频进行文字校对 如果有错误 就进行修改 每修改完一条 马上点击Submit Text 再点击Save File 保存文件 半页点击Next Index 直到所有的切片音频 都校对完成 百诗 你会个啥 再教点别的呗 好 我分分钟学会 又不能出门 又没人陪我玩 这里需要保存切片好的音频文件 点击这里进行下载 文件名最好用音频的内容命名 后面做模型推理的时候会用到 再次点击Submit Next 点击Save File 关闭关闭打标YBY 到这里 模型训练需要的前置数据 我们就准备好了 点击这里 更改模型名称 这里选择 P3版本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点击开启一键三连 开始出序模型 出序完成后 开始模型的微调训练 点击EB微调训练 训练时 所有参数保持默认 先点击开启缩维辞训练 当这个页面的三条数据都显示完成 表示缩维辞训练完成了 再点击开启GP7训练 这次模型的训练就结束了 点击E C推理 点击刷新模型路径 GPT模型列表选择 E后面最大的数字 缩维辞模型列表选择 S后面最大的数字 点击开启TTS推理YBY 当这里出现第二个蓝色链接时 点击它 进入新页面上传一段3至10秒的语音片段 建议从我们刚刚下载保存的音频中进行选择 用来推理 模型会参考声音的语气 比如生气 平静 欢乐 这里输入刚刚上传的音频的文字 一定要点击音频 自己听一听 看看音频与文字内容是否一致 在这里输入想要转化的目标文字 参考语种和合成的语种 需要进行选择 比如中文 这里选择凑四句一切 声音会更加流畅 点击合成语音 当合成完成后 点击试听 如果效果不好 就再点击生成几次 或者更换其他的参考音频重新生成 如果生成的音频效果不错 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下载 然后关闭所有页面 这里有个重点 一定要记住 合成音频完成后 一定要记得关机 否则会一直扣费 现在我们第一次 克隆语音模型完成 我们把语音做成吉祥物 开口讲故事 做动漫配音 简直不要太好玩 但注意 克隆你自己的声音没问题 别人的声音要授权哦 商用记得改改音色 否则律师函比工资来得还快 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给我一个点赞 评论加关注 不过分吧 声音模型训练好了 下一次应该怎么打开使用呢 下一期视频 我将分享具体的操作方法 欢迎来观看哦 这里是九里创意 带你探索 AI在艺术设计的创新应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